那COVID-19疫情的来袭呢 就加速催化了各个领域数位转型的进程 激荡出了各种让人耳目一新 你甚至都没有想象过 哦 原来它可以这样的数码化的 生活化的一些应用程式 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 更加的方便了 那隶属于Fam International Group 集团属下的Pay & Go 最近就开发了一种智能泊车服务 让民众去到购物商场购物的时候 就节省了排队 还这个backing fees的时间 或者是排队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会跟前面的人 有一个很亲密的接触 所以就大大的减低了 人和人之间近距离的 感染疫情或者是染疫的风险 那除此之外 这家公司也开发了非常多 其他便民的设施 包括像是E-Manual 还有电子商务等等 那今天的婆罗洲有话题呢 我们就邀请来了 带领集团发展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Fam International Group的 创办人兼CEO 黄德东 Eddy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Eddy你好 大家好 我们也知道说Fam International Group 这个集团呢 你们其中一个组织 就是你们的International Group 这个学校嘛 你们一直都在努力的耕耘 比如说我们的无人机 FinTech 金融科技 那个3D打印 绿色科技 还有这个教育等等 那其实Fam International Group 这个集团真正的定位 是以什么作为出发点的呢 然后你们是锁定 怎么样的一个客户群为主呢 Eddy OK 是这样的 让我很briefly的介绍 我们的集团业务一下 其实我早在1993年 就出来自己打聘做生意了 然后呢 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是由专业服务开始的 我本身是一个插打会计师 然后过后我们也进入了 这个教育行业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Fam International College 这过去的20年 我们都是在干这个交易啦 专业服务的啦 大概在四五年前的时候 我们因为12月州政府开始 大力的推行数码经济转型 让我们看到了机会 三级我们认为说是应该 是时候进入了这个高科技的行业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贡献我们一些的力量 帮助州政府去做这个数码经济的转型 所以我们毅然的就决定 我们必须要走进这个高科技的行业 而且为什么我们要走进这个高科技行业 就好像你说我们真正定位是什么呢 这个高科技的业务最主要 我们想做的事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客户 解决他们的企业上的难题 因为对我来说一个高科技 其实是没要是它不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 或者人类增加我们的这个生活数字 或者说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话 其实我认为高科技是没意义的 它没有生存的意义 高科技会很有意义 如果它能够帮助到企业 比方说提高效率 降低人力成本 人力的投入 增加收入 解决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这才是真正高科技存在的意义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利用这个高科技 配合州政府的这个数码经济转型 我们一起来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完美 更好一点 对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定位 就是解决现在现代人的一些麻烦 或者是需要去付费 或者是使用一些电子化的一些设施 有一些很好用的人性化的一个应用程式 包括我们今天要主打的这个Pay&Go 因为这个疫情从去年开始延烧到 这个全国的关系 我们就实行了这个MCO 这个行动管制令 那民众呢 外出都要戴好口罩 然后做好人生的一个社交距离 于是呢 智能的泊车服务就走进了一个大众的视野 那你们呢 也找来了沙拉越全球支付 这个Strawat Pay Global 一起来合作 然后方便大家在进出商场购物 的时候呢 不停车费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拿我们每次进 进出这个商场的那个Ticket 对那个常常会弄丢 对 所以请奥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Pay&Go 你们当初在开发 还有完善整个系统方面 你们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技术 OK 我们对这个Pay&Go这套系统 是特别感到自豪的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认为它可以大大的减低感染 因为其实要是商场里边用了我们这个Pay&Go的卡发系统 基本上一个Driver 一个Shopper 他可以进跟出这个商场 完全免触摸了 根本就触摸不到东西 他唯一要触摸就是他的手机 对 他就可以解决了他的这个停车的问题 其实在过去这个疫情期中 我们遇到很多的客户给我们反馈 很多客户 他们连那个button就是要压那个跳出来 他们都不愿意压 然后很多人都用那个消毒液去碰了 所以找很多的问题 包括那个 我以后没有用牙签 用牙签吗 我的朋友是要戴上手套 对 尤其是碰那种消毒液的话 其实它不是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比方说 它的那个ticket会stuck 会卡在这个机器当中 而且很多人很不愿意去摸东西 他们有这种phobia 有这种恐惧感 所以我觉得PainGo刚好 我们是在去年六月推行的 所以说刚好是赶散了这个疫情的时候 确实是给很多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跟safety personal safety 个人安全 那至于说我们用了什么样的这个技术呢 我大致上可以讲一下 我们基本上是用了这个云计算 然后AI车牌识别算法 然后当然你需要一个app 所以你得做app开发 然后当然因为你得要用到这个e-wallet 电子钱包 你必须要有这个电子支付系统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物联网 科技 IoT 对 它其实总共是有五套系统在里面 就是说当你在用我们的PainGo System 你认为是没有很简单的就一个app 然后你还钱就这样解决 但是其实在背后运行做的 有这个五套系统在运行做 而且它必须是seamless integration 它必须要链接的很好 哪一个完全出错它都不会走的 当然令我们更自豪的是 因为这是我们沙业古静的 地质研发这样的系统 对 而且我们过去的一年也是 自从我们在去年6月的时候 有我们的首席部长 在C1 launch了之后 我们其实过去年 我们不断的投入研究 开发新功能 然后不断的挑战自己 让它越来越完美 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民众 给我们的反馈 而且我真的不得不说 你们在接受民众反馈的 这些部分 你们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有去看了一下 你们的po文 然后底下一定会有人留言 很多酸民 或者是有一些人 会给一些很客观的一些 就说我用了之后 我好像发现哪些问题 然后就马上看到Eddy 就跳出来就解释了 你知道吗 我真的说这个服务 真的非常的棒 那刚刚有提到你的 这个pay and go 其实在去年6月开发 那开发出现的时候 你认为其实最费时 或最费力的阶段 是大概哪个阶段呢 那就是开发的阶段 当然开发是很难的 当然接下来是运营 跟这个推广 也是一个很大的 但第一个挑战是开发 因为开发你是从零开始的 而且你需要 好像刚才我讲的五套系统 比方说云计算 这个电子支付 然后这个AI 所以你缺一你都不行了 所以你需要大量的这个人才 人力去做这件事 它其实挺复杂的一套系统 当然从用户的角度 你是看不出来的 就简单按按就好了 对对对 那它其实败后是相当的复杂 所以说我认为在开发 应该那是我们第一个最大的难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运营 然后去推广给这个商场 但是很幸运的 我觉得我也感到很自豪的 就是我们其实萨尔元的商场 其实他们的接收程度 还是非常高的 第一个商场 对很欢迎很接受 接受度非常高 第一个商场是City One 然后接下来就是Plaza Medica 然后Wisman Bukit Mata Sar Plaza Medica City 还有就是Spring 然后接下来的未来三个月到六个月 可能还有大概六个商场到十个商场 还会加入进行的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就是它是成为一个ecosystem 它其实不是说每一家 每一个比方说我是A公司 我开发了这个停车系统 然后B公司再开发一个停车系统 其实是没用的 这样是让人民是很难的 它需要几个app 其实我们现在要做到 就是有一个app 就是pay and go 不管你去到哪个商场 你都可以停车付款 这个就是很便利的事情 要是你有五六个停车app 但其实根本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到的 就是让更多商场的加入 让整个停车跟付费 成为一个很简单的事 其实很多朋友就反馈说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进到停车 我到了我车才还钱 有些人我走着的时候 我已经还钱 有些人忘了还钱 他到了那个 Bariot的闸道 他才还钱 他也可以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 包括有一些老年的人 可能他们没有app 很简单 打电话给他的儿女 说不要出去了 你帮我还钱 所以他们不可以演成帮他还了 太酷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对 所以这是非常棒的 对很方便 而且其实你们看 要车牌号码 只是用户方面的方便 其实在给这个停车厂管理公司 包括商场 他们的效率提高了很多 减低了很多的人工成本 增加了这个satisfaction customer的satisfaction 其实很多客户都会问我 哎干嘛这个商场不implement这个pango 我说这不是我们的 控制方式 应该是商场他们的决定 我们当然我们是欢迎的 要是他们要用我们系统 而且这个电子化的系统 我觉得对商场或者是对商家来说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他大概可以控制到 他每一天的车流量需要多少 然后他每一天的收入大概来源是多少 然后可以 其实这种东西都是数字化了 对 发展会比较容易 你其实真的你在从商场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数码数字化 数码化整个停车厂 就是说我在这分钟这秒 我知道多少车在这个停车厂 进了多少车厂 我收到了多少钱 他们这个车停留在这个基本上 平均停留了多少时间等等 所以不只是今天这个星期这个月 今年都是online real time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当然在很多这种行政管理方面 也解决了他们很多问题 比如当初他们是收现金的 你单单要收这个现金 然后你需要很多的internet control internet audit内部控制 包括你要去算钱等等 根据一家商场给我们的这个feedback 就是说过去他只有三个这个收费系统 现金收费系统 他需要两个人用半天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 包括去banking这些问题 reconciliation 但是现在用什么系统 你知道他用了多少时间吗 10分钟就快速 每一天你要集中这个是你一个月做一次的事 这是每一天你得要做的事 从半天的时间变为10分钟 而且他收入是直接可以存进这一个商场的 他们的户口里面对不对 他们的这个bank account 跟我们一点关系 好方便 而且他最主要是说完全没有可能会有这个现金被偷的 可能性基本上为零 他是不可能的 对 就风险降到最低了 是非常安全 但是有时候我们去商场的时候 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要找那个parking的那个machine 对付款的那个门 那这个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曾经有一个商场告诉我说 我有12个payment machine 但我说你是有12个payment machine 但是你的客户只可能知道 一两个 只有那一两个 对对对 因为你说早真的花很多时间 当你有12个machine的时候 其实给你制造的也是12个问题 对 那有时候会坏 有时候没有 对 也有一些payment machine 人家去破坏它 因为知道里边有钱吗 是这样的 对 通常就是还记得我之前在用那个payment machine的时候 我最头痛的地方就是前面排了很长的队 我就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才知道对方就说 我塞了钱进去 但是他一直被退出来 对就一直被退出来 难道我用的是假钞吗 一块钱太皱了 然后你就看到他那个人一直在那边 一直在找 然后到处借钱 哎你有一块钱吗 借我 我还有我还差两块这样 对对对对 而且他还有一个最真 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 最糟糕的情况是你排了一大堆 到你的时候 这机器出现问题 很快就买了 对对 那手冲事 我不知道的工作人员来 我只是说你以为你刚好你的车费是七块八块 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一个五十块 五十块你又不能够花 你要去买东西 讲这个是挺麻烦的 当然在这个疫情之间 我觉得大家最不想碰的 就是现金 因为现金 我认为是 你要说续金的话 我认为这个钞票是最多续权 最有最可能会传播的地方 因为它是 你不知道这个一块钱 十块钱 五块钱 已经转了多少个人的手 经过了好多人的手 对吧 然后每一个人也不会说 一碰到钱就马上消毒 对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pay and go 我们有发现说 其实非常方便是为什么 特别是对我们沙拉越人 因为你们跟Spay Global合作了 那我们都知道 Spay Global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没有它就会不行 所以说要帮他们打广告 所以其实我们蛮好奇的 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一开始 会先选择Spay Global合作呢 而不适合其他的银行 或者是商务品牌 对 那先讲一下 我们是本地的沙拉越的一家公司 我们是 我们是安纳Srawak 当然你知道 我们的英明的这个 手续部长 他推行的这个 Sarpay 当时叫Sarpay 沙拉越支付 这是他的一个 很多人不了解沙拉越支付 认为说沙拉越支付是一个APP 但其实沙拉越支付不是一个APP 只是它呈现的形式是一个APP 其实Sarpay本身就是一个infrastructure 是一个基本设施 有了Sarpay才可以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电子商务 这个 Carpark Vending Machines 等等等等的 它其实是一个infrastructure 那当然我们身为沙拉越的一份子 我们也是很引以为用的 因为沙拉越这个Spay Global Sarpay支付应该是说 在全国的 不管是中央政府 或者是州政府 我们是唯一拥有这个 业绩钱包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也是我们的 对很理贤的 然后我们的Sarpay首席部长 也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个 strategic move 很策略性的一个 所以身为Sarpay子 我肯定是支持Saray支付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 然后把它推还 让更多人去利用这个Sarpay 当然另外一个 从这个客户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贴身的问题 它有返现啊 它给你cash rebate啊 这个你完了两块三块 再给你cash rebate 这是天大大好事 对啊对吧 合而不为 再说呢 以现金Sarpay 根据我们知道的 我们的数据 大概是超过95% 超过95%的人都在用了Sarpay 所以其实当然你有了Sarpay 你基本上解决了95%的问题 当然其实我们的电子支付系统 不是只能够接链接这个Sarpay 我们可以链接很多的电子支付系统 但是现金呢 其实很多商场他们也认为说 其实Sarpay global已经够了 已经可以符合他们要求 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其他的电子钱包 他们是要收用金的 比方说对吧 你比方说你其他人说 OK今天你收了100块 你得给我1块的用金 但行车厂要是用Sarpay global 基本上它不收用金啊 它是惠名的 要去帮助我们这里的本地的商家 所以它是不收用金的 所以更多的商场更希望就是说 我用Sarpay就好了嘛 我不用还用金了 反正是免费的 从哪一个方面来看 我觉得都是我们的 当然我们不排除 我们要去跟其他的电子钱包链接 就是主要是不是我们的问题 最主要是商场愿不愿意链接 因为它是有一个用金的问题 当然当我们走出沙月进入西马拉等 我们肯定的要链接到其他的电子钱包 那Eddy你觉得SPG比起其他的像Booz啊 或者是Grab Pay等等 Touch and Go 对Touch and Go等等 它占有什么样的优势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 我现在的话在整个商业 它的整个Market Share 就是Merchants已经是很多很多 有时候在我自己的钱包 我自己钱包只剩下几块钱 但是我有那个SPG 我基本上什么我都可以付 去吃干了面 Kolomi Laksa 我去哪里买面包 什么我都可以付 基本上我可以不带 我基本上可以不用带钱包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 对 所以说还有就是说 当然我认为最主要就是Cashback 它真正的 这是我们的竞争力 对 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竞争力 就是说何乐不为 偶尔你要是幸运的话 你做一些很简单的Protest的话 你有几毛 甚至是五六毛的现金 违反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 小少累积成果 那Eddy你们有没有每天 或者是每个月去统计一下 就是每一天使用Pay&Go 来付这个parking的 这个泊车的 有多少的民众 然后这个交易额有多少呢 每一个月 大概 这个交易额是 其实在那个疫情前期 是其实挺多的 但我觉得我也不便宜说 透露太多 因为这毕竟也是别人的商业机密 对吧 是 但是我只能够说是挺多的 当然在这个疫情期间 是很多商场都 没有办法营业 所以它确实是跌了不少 但过去的两个星期 它又倒回来 我可以讲 差不多又慢慢的倒回来 被大家都狂熟 对 会到了它很热的时候了 所以一直以来都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了 对 它的波动就使着这个开开端端 对 要是没有疫情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有十多个停车厂在用了 OK 那其实我刚刚有说到 几乎在古近还蛮多的商场都可以看到pay and go 不过还是有看到有部分的商场是还没有引进pay and go的 所以其实在协调方面是有出现了一些挑战吗 我觉得这基本上都是一个商业行为跟商业戒策 所以说当然我们as pay and go 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商场可以用 但是这个基因每个商场 他们有他们自己考虑的这个商业因素 所以我也不能够说这个是个人的商业戒策跟行为 但是就智能博车系统来说 我们商业戒策算是在全国来说 算是第一个执行的这么到位的吗 然后这么顺利的 对对对 发展的那么顺利 其实我也是很surprise的 去年6月我们开始做 其实真正严格上 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完全走现金化的智能停车系统 当时三位有在用 但是它是hybrid 它是一半线 但是我们是第一个走这个完全的无现金的制度 就把那个ticket完全给淘汰掉 对 从那个角度来讲 我们是number one 当然以我们现在来讲 要是说我把这些已经要implement的停车系统 包括停车场 商场等等加进去 我认为我们商业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而且还有一件事 可能我也顺便透露一下 就是你知道在加拉哈吉达哈那边 政府在建造一个Hitmark Exchange 加拉哈吉达哈 它是一个会展中心 非常大石层楼的 我们现在在为这个Hitmark Exchange 在建造一个全马来西亚最先进的智能停车系统 多先进 多先进 那我慢慢告诉你 第一就是普通的你用卡帕玩钱什么这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除了 因为它是石层楼 石层楼你可能你早上你去参加这个会议 展会 你把车停在那边 五点过后你要回去拿车了 你经过一天的一整天的 你头脑昏了 我车停在哪呢 要是你不知道的话 你是不是每一程都要去 每一程都要去找嘛 你要坐电梯嘛 挺麻烦 其实当我们做完这个系统 可能是在明年事业的时候 基本上你拿出Pay&Go App 你进入你的输入你的车牌系统 它就会告诉你 你的车是在第五层 这个卡帕一二三 所以是非常非常简介 除此之外 找你的车 对对对对 除此之外 它是每一个车位都有一个camera 在照着你的车 在保护着你的车 不管你的车被偷了 被夸撑了 还是有人偷你的东西了 它都会 实时录影 录下来 所以你可以trace back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它可以是一个车位引导系统 就是告诉你哪里有车位 哪里有车位 所以方便你 这太棒了 我也是很自豪 我也是很自豪 就是说这应该是 在马来西亚应该是 No.1 应该是最先进 当然马来西亚 其实是有的 但是他们的size是很小的 在黑马来西亚 总共有1200个车位 都是卡帕安的camera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应该是我们32月人会很引以为好的一些 所以就像技术目前是已经开发到什么阶段了呢 基本上是ready to roll 但等着他们的会长重新完成 我就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implement了 已经开始在建设嘛 但是真正launch的话是明年4月份 应该是 因为疫情情况 其实所以说 我说疫情其实是影响的 因为很多商场的进度都大受影响了嘛 因为人有问题 明白 好那我就期待了 对 那也想问一下eddy 这个未来pay and go 有没有可能跨海去到西吗 或去到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文莱啊 印尼啊 跟其他的这个地方的厂商来合作 或者跟其他的商场来对接呢 你问得非常的好 其实第一天pay and go in corporate成立的时候 我们是立以古境 放眼前天下 其实就是我们从来都不甘以说 我们是在古境的一个商场 所以说为什么是必须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呢 只有你有了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 你才有这种能力可以走 走出去跨海去西马到印尼到泰国等等的地方 要是不是自主产权 你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比方说今天我是带领某某公司的这个产品 他只能说哎 你在古境做吧 你 我说我可以去西马 说不可以 西马已经有人在做了 但是现在这是我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 我想去哪都可以 我想让谁做也可以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power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自主知识产权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真的就走不出去 所以在知识产权这一块你们已经注册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厂商可以模仿 或没有办法去copy 你们的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点是你说没有办法copy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其实你知道所有东西都是可以copy的 其实都可以copy的 比方说微信 Whatsapp什么都 大家都可以copy的 但基本上就是看谁做的快吧 OK好 我觉得应该不在于说是在这个高科技技术的壁垒 而是你整个市场的运作运行 好的 那我们其实看到Pay&Go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身边的朋友 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大家反应也是非常的踊跃 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排队 然后又有cashback等等的一些好处 可是有趣的就是我们发现 你们好像事前完全没有做过任何的宣传 老实说 我第一次看到Pay&Go 就是在刚刚你讲的CT1 而且是空降 我那天就下去就想说要去买东西 然后一下到停车场想想怎么就没有闸门了 只要开闸门拿那个闸门 然后我就想说我的车就直接停在那里 我想说怎么办 我应该过吗 我应该下去吗 就很像一个想法老一样 然后要付费要离开的时候也是 才走到那个小小的machine那里 就是点击然后就离开了 所以就很好奇你们事前完全没有做任何宣传 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吗 对它不是完全没有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有做这个marketing的 包括其实在比方说CT1第一件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告示牌什么 但它是永远不足够的 因为毕竟它是新的东西 很多人也不了解 去认识它去知道怎么用它 只能够说或许说我们做的不大位 或者说做的不够 但是确实是有做的 但是好像我讲的一个新的东西 确实它是需要经过 怎么说呢 一段时间的教育 教育 教育 你就也需要配应的时间 比方说今天咱们有这个 这个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会让更多人知道 那我也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接受我们这个分享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教育的 这个需要一段时间的教育 其实现今阶段我认为大部分人都已经 接受了 就是他确实说知道了 我刚刚有一个合伙人一个朋友去了西马回来 他跟我讲西马好落后啊 还是这样啊 都很麻烦啊 其实你要是真的 你理解这套系统 你会发觉 之前我们没有进入市场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说 我拿卡那是很正常的事啊 我停下来拿卡是很正常的事啊 那是很应该的 我排队也应该 我找不到现前去还付款 而且也是很应该 本来就是这样的 但是自从现行 launch这种 整个它已经是disrupt到这种 这种traditional停车 就是说我干嘛要停下来 我干嘛要拿卡呢 我干嘛要排队呢 就不应该是这样的 digital的一个时代 对 因为它已经进入了 就好像当初 我们从这个胶片的相机 走入数码相机的阶段 我觉得是这样的 自然而然会发生的 自然而然会发生 不管这个是时代的进步 它就会造就这样的产品出来 那说到了未来 pay and go 你们未来还会扩及到 什么样的一些领域呢 来帮更多的客户 解决更多的问题 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在 完善我们的这个pay and go 其实pay and go本身 你要是说我们只是做 智能停车系统 也是不只的 因为我们其实真正要做pay and go 当时我为什么会想到pay and go 就说很简单啊 我pay我就够了啊 就很简单 就是即使讲很明白 就是说它很便利便明 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不需要排队 我不需要等待 我不需要找钱这些东西 就是说我们在提高 我们的生活的数字 因为我要是不用等待的话 我就可以花更多时间 跟我的朋友在一块 跟我的爱人在一块 我爱的人在一块 然后说我可以跟他谈天 跟他玩了以及去排队 我认为这有 从我的角度 可能我的 我是要求非常高 我认识在浪费生命 我在排队十分钟 就是在浪费我的生命 真的 我是真心每分钟的时间 对吧 所以说除了smart car park 在我们contactless car park 我们帮忙 大家省时间 可以花更多时间 跟自己爱的人在一块 Family 除此之外 我们其实也是在launch 这个e-manual e-manual就是电子点餐系统 就是说你去到 比方说你现在去到这个 Madden Town 你去到这个 All-Code House of Commons 你其实都不用等待 因为肚子很饿 赶紧点餐 点了就已经进入这个kitchen了 就开始prepared了 所以是非常简单 要不然有时候 你等着那个 Wetters也是要等一段段时间 最后你只告诉他 告诉他 我要 我要一盘草果条 就这样 解决了很多餐厅 请人的问题 请不到人的问题 对 也是这个人力也可以减少 对 不管你的生意好不好 你要是好的话 你的 你的服务员远远是不够的 要是你要 餐你的生意不好的话 那你可以几分 他可以不用人 就用这个电子点餐系统 对吧 你可以接约成本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innovation 在COVID-19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当然还launch这个叫做eFoodcard 就是美食城的 电子美食城的这个app 这个月29号要到了再多几天 29号Spring Food Baza会正式的推出这个eFoodcard 这一点也是非常棒的 为什么呢 因为要是你曾经去过Foodcard去点餐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痛苦 我叫痛苦 我叫痛苦 就是为什么呢 一对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去了美食城 每一个人都要吃不一样的摊位 那就糟糕了 我得排五个摊位 排完得还钱 还钱呢 我最后我还得去点饮料 总共要去六个摊位排队 排完之后我还要跑来跑去 去看好了没有我要去拿还要排队等等 这个基本上我们在解决这个痛苦点 就为什么呢 就在浪费时间嘛 然后说是大家一家人一起来出去吃东西 但是其实好像是运动的样跑来跑去 马拉松很折腾 对所以eFoodcard在解决问题是什么 很简单拿去Pengote eFoodcard scan the QR code 然后所有的摊位的这个menu都已经在里边 你要五个摊位六个摊位你点吧 点完你用Saw Pay 还了或者S-Pengote 还了之后 好了就是这样而已 读房就收到了 对所有在kitchen都已经收到了 那有些人在排队的人 你根本不用排 你点了你的订单立马就进去kitchen了 所以你再cut the queue 所以呢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等了 对吧 很简单你也不用跑来跑去 因为当你下单了之后 你继续跟你的家人谈话聊天 最后他的食品一旦OK了之后 他会send这个notification消息给你 就说嘿你的干烙面已经好了 嘿你的鸡饭已经好了 你去那边拿了回来就吃了 所以是不是 好哦 我真的说我再次验证到什么叫做 一击在手天下我有 你知道吗 这其实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直立想做的事情 就是说让大家的生命更完美 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不管你说什么是你有意义的事情 玩游戏也好 跟家人谈天也好 你会花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把那种你不爱做 因为我们最讨厌的是你就是排队 真的排队好浪费时间 把他浪费时间 感情再好 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也会吵架 也会尴尬 不知道了解 对啊 然后有惹 又生气 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说 Pay&Go现在也在致力于开发电子优惠券 这个Voucher 请Eddie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优惠券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电子优惠券是这样的 就是说当你停完车 你付完你的停车费 或者是说你去E-food call 每时程你点完餐 你付费之后 我们都会推出一些消息 优惠券给你 比方说今天你去到Spring 你吃完餐 你点完餐还钱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 By the way Hashpubby有一个很大的优惠 买一送一 Pakkerby发行 那是不是你吃完饭就可以去买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能够 假设大家都知道 哎 哎 这个这边有打折了什么是优惠 你不懂吗 所以这个优惠券是会让你知道 会perfect up你的knowledge 哪一个商场有什么优惠了 可能是你要的东西 你可以去买这样 当然它是有优惠了 它是有优惠了 是这样的 让你省这么多钱 OK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些服务 真的是非常有利于现在后疫情 大家对于逛街 或者是对于消费的一个认知 大家消费的话 当然就是要省钱 对不对 那如果出去逛街的话 尽量的就不要跟人家 有太多亲密的接触 所以真的不得不说PainGo 真的是来的是屎 都各方各面都有想到了 是没错 那我们来聊聊 我们陆续还有更多的功能 已经是做好了 慢慢的去推出来 因为其实每一个APP 推出的时候 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去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去用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APP 已经是功能 已经是完善了 只是等待时机 应该是这样子 说到人力方面 在技术人才方面 PainGo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挫折 或者是挑战吗 比如说这个技术人才很难请 或者是要跟国外的 这些技术人才来合作 这样子 刚才我讲的 这个让我自己个人 非常引以为好的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 都是属于本地100% 自己 整个团队的100%本地人 都是上个月人 所以这个是我们感到很自豪的 然后当然我们也愿意 跟有需要有必要的话 我们也愿意跟一些国外的团队 有一些合作 让整个技术发展会更快 更顺畅 而且我们最近也在 从这个Silicon Valley 引进另外一个专业人才 在AI识别这种 他其实是古静人 他在Silicon Valley 归谷工作 他这个今年4月会回到古今 我们是抢先把他给定下来 欢迎他回国 然后一起合作 然后把他多年在国外的经验 这个专业知识 来做跟大家做分享 对可以贡献于我们 这个12月这个社会 那其实除了西谷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的人才 也是还蛮希望说 可能可以跟他们有个机会 来个交流或合作 包括像是我们 我相信说到这个电子商务 或电子平台的话 大家想要中国 对吧 中国大国 中国 是 那怎么看呢 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IT技术领域 没有一个人敢说 我什么都可以 我什么都会 我什么都可以 这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不可能的 只能够你 关于某一个方面 所以时不时 你可能需要一些技术 是需要国外的技术 甚至是C码的技术 等等 这个我们是 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政策 就是我们也希望 要是可以跟很多的技术人才合作 但是其实我认为 我们可能遇到更大的挑战 可能在运营方面 我们希望可以跟更多的 比方说 C码的一些企业家一起合作 配合 然后去推广到C码 推广到新加坡 推广到印尼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是更愿意看到的 在这个阶段 OK 所以说其实下一步 除了就是古境之外 你们下一个地区 你们放眼在什么地方呢 我其实放眼在西马 西马是吉隆坡 西马哪里呢 吉隆坡吗 吉隆坡 槟城 新山 主要的这一线城市 我们要先去 然后当然 我认为我们是可以 跑到新加坡跟印尼 尤其是新加坡 这也是我们策划中 未来一个展望的目标 对目标 好 非常谢谢这个Eddie 加入到我们今天的 波罗族有话题 来参与这个 这个沙拉月 在电子支付 或电子平台方面的 一个进展 跟我们聊了那么多 也希望这个Pay&Go 未来的发展 越来越顺遂了 祝福Eddie 祝福Pay&Go 谢谢你 谢谢你们 谢谢你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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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